我家孩子喜欢吃牛排 但是我从来不给他们吃外面的合成牛排 买一块上好的牛肉在家做 实在太简单了 做牛排选用牛里脊或黄瓜条 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 用刀背两面都敲一敲 方便入味 重点就是放一块木瓜 或是放着两种水果 因为它的蛋白霉能软化肉质 再放洋葱 一个鸡蛋 好吃的关键就是 西餐厅都在用的这个黑椒汁 用它炒牛肉 煎牛肉都非常好吃 抓匀腌制一个小时 想吃的时候放入平底锅煎一煎 煎至八成熟即可 再淋入一点黑椒汁 牛排黑椒味浓郁 鲜嫩多汁 比西餐厅的还好吃